小董真心话 今天礼拜一 可是太阳还是很大 还是要提醒很多朋友 多喝水 我前两天去大胆岛 你知道金门外边有个小金门 小金门外边有个胆岛叫大胆岛 三个礼拜小董在节目上讲过 血占大胆岛 我们就去大胆岛 非常热 喝了非常多的水 因为全身都湿透 被汗湿透 那是一个英雄的地方 民国39年死恒风 营长 带着200多个弟兄 打败共军700多人 而且还俘虏了 两三百个 这是一个 让两岸整个稳定下来的战争 38年的古龄头 39年的大二胆 47年的823 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壮烈的史诗 死了非常多的金人 这金人 多多数都是外省人 38年39年 这些是全部是外省人 47年多数是外省人 也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我不是要强调本省或台湾 我只在讲 我们要记得 如果没有这些战役 台湾早就不保 对不对 它是个简单的道理 但是 多喝水 也要记得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 太操劳 最近前几道了 你看蔡英文总统四处浮衔 到处跑 当然很多地方到处抗议 他也到处做管制 越管制越厉害 然后讲话 越讲越大声 而且很恶意的 故意的挑起两岸 然后 他不晓得 今天两岸的问题 是民进党挑起的 民进党做的 可民进党巴不得 我让两岸的冲突更大 更激烈 就对我的险情有利 各位看 看整个局势 你要看清楚它的重点 这就是民进党的重点 怎么会突然有宋银华 我的少女时代 你主角宋银华 在大陆被人家检举 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 里面的一部分 每一个操作都是一部分 东亚轻硬 其实就是要操作 让他办不成 两岸通航通水 现在民进党一定很气 因为中国大陆没有配合他 干脆就把水关了 水照样开 如果中国大陆很气 把水都关了 你看你看不顾民生 不顾台湾民生 水要不要卖你是在人家 你到外面去吃饭 人家店家卖完了不卖你 或者他看你讨厌不卖你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生意本来你愿买我愿卖 那就就是互相 可是你看到民进党的做法 就是他希望挑起两岸 有更大的冲突 所以他要做很多的七个 他每天去强调 你如果改了 你们这些各国的航空公司 如果改了名字 我不让你上空桥 各位 不上空桥受害人税 受害人是老百姓啊 是乘客 你说航空公司受害吗 是他的常客要走比较远 拎着行李走比较远 对不对 各位 你坐飞机 没有上空桥的你有坐过吗 有 接驳车嘛 我常常做啊 从金门回来 你飞机如果是小飞机 几乎就是接驳车 你如果有上空桥 那你可能少走一两百公尺 直接出来就是冷气的通道 你没有走空桥 就是要走机场 机场上面有发斑马线 你就照着斑马线走 有人指引 你现在用这样去对付 那些国际的航空公司 所以你们没有为了台湾去坚挺 不是很好笑吗 然后自己去编新闻 我们政府自己编假新闻 说帛琉了太平航航空 为了中国大陆的打压 所以现在宣布停航 我们政府会全力支持 结果那个老板跳出来 那个老板是台湾人 说不是这样的 是我因为今年亏了五百万美金了 我经营不善亏损了 我不做了 我不要让他继续亏损 而且我是缓台独的 打脸 政府被打脸 作假新闻被打脸 今天有没有人出来负责 没有 外交部陆委会 在那边讲大话 今天被人家拆穿 我根本不是被打压 我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善 做不下去了嘛 因为游客 理课变少了嘛 我只好不做啊 云云有一家老牌子的客音 叫日同 22年 他不做了 他不做了 为什么 他一个月要亏两百多万 两年来亏了五千多万 没办法做了 这几年尤其 人大量的衰退 李克越来越少 他说我不做了 记得访问他 全天访问他 我不做了 这样亏下去不得了 你只要一路亏损 就是不做的最大理由啊 你不可能叫人家陪伴你去做啊 同样你今天看到政府把一个帛琉这种事件拿出来炒作 然后说你看这个友邦多勇敢 我告诉你啦 这个友邦哦 下来他会跟你要很多东西啦 我不骗你 因为你现在台湾最需要友邦来充诉啦 所以下来就是变成又是金钱外交了 对不对 我这个友邦人口不到两万人啦 我们台湾随便一个理人口都比他多 但是我至少我是叫做国家 我跟你有邦交国 所以我就好看啊 对不对 各位看 上个礼拜 马绍尔的总统来 他讲哇马绍尔 马绍尔在哪里 太平洋一个岛国啊 是啊 人口也是一点点啊 然后来我们就给很多东西 哇 蔡英文好高兴哦 带他到南部到哪里 他也是个女总统 然后也是签了一堆东西 马绍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专门在补頤的 一个补頤的国家 当然在全世界他不是很先进嘛 但是我也不是说 他是个不好邦交国 我是说 每个国家 就是有他的生活情况 有他的国际地位 我们的这些国家 在国际地位都不是高了 但是我们就是 以后就很容易被挟持 那你今天看到蔡英文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没关系我这些先抓着 那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 我就每天去挑起两岸 挑起两岸啊 那要是两岸有怎么 就说你看国民党都不团结 国民党怎么团结 你把 你现在把国民党打到什么地步 不准他拿 党部的钱来发薪水 有这样二职垃圾的政党吗 什么叫恶劣啊 我今天把你踩在脚下 吐满口水 然后 你说你要跟我共同抵抗 哪些人哪些人 怎么可能 你今天是怎么对付人家的 你可以把一个跟你竞争的政党 用国家的钱力 不让他发薪水 这种是垃圾党主席 最不要脸的 人杀党主席 全世界没有的 全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党呢 蔡英文很加傲 年底 我们可以打一场 国民党没有党产的险战 那民进党用国家的钱 再打险战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了吗 他现在班主都要国家的钱 光台山生计 你看嘛 105 105一五千万 这是上个礼拜的 接下来还会有 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 民进党 他想方设法 我就是要打赢险战 我只要险战打赢 我什么都有了 国家的钱随便我用 随便我搬 我要用什么名目 太简单了 立法院帮我改个章就好 各位你看到 台湾所有的不公平 你在这几年看到就是这样 然后很多人 觉得说 我不以为意 没关系 其实小董也不以为意 大家一起沉沦 没关系 现在台湾大家都没有什么枝节 只要开心就好 只要听柯P讲几句俏皮话 就开心 就这样 然后就觉得自己日子很好过 那没关系 然后听民进党去催便 我们现在已经比韩国好了 笑死人 韩国国民所得已经两万美金了 过去是不到我们一半 那我们呢 我们一万五 你可以看看 他已经超会你 而且远远超会你 他 GDP已经 超会你四分之一了 而且他是还一直在前进 所以你看到 民进党为了嫌疾 可以不择手段 因为嫌疾可以 掠夺所有的职业 可是你看看外面怎么过 去帛琉投资的台商 倒了 在云林开日统客运的倒了 到处倒 你没有看最近 有人泼阿里山的停车场 空荡荡 以前停车场多大 停满游览车 现在空荡荡一辆都没有 民进党说 那是刚好怎么样 你知道泼的人是谁 张善政以前的行政院长 他说他刚好去水手拍 看了心里很不冷 过去阿里山 路客最想去的 现在当然还是有 可是比较少 我们在台北常常看到路客 我每天都会碰到 一些路客团 可是是越来越少 那你如果 看民进党现在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我们观光客还是有一千万 可是他的消费力很差 每天都在 都自己在骗自己 所以 今天看到台湾的情况 我有时候觉得说 什么大家的感觉 好像都没什么感 等于说无感 怎么会这样 但其实 有时候有什么因 就会 有什么果 所以你如果把马正如时代 跟现在来比 你会发现最近马上有受欢迎 好像也不是偶然 因为那就是一种对照的印象 对不对 对照印象 他民进党不在乎就是因为他掌控 掌控所有媒体 所以媒体对蔡英文 后面的东西就不太 就不太报道了 你去 你去这些日报里面看 蔡英文 帮姚文治 姚旗子 一屁股跌到地址 地板上 有多少记者报道 有多少报纸报道 你去看嘛 报纸全天的 大家去翻一翻 为什么会这样 民进党掌控所有资源 这些资源 可以掌握在 可以去掌控媒体 你知道吗 以前国民党不敢这样做 民进党敢 民党知道媒体最重要 把媒体抓在手上 华视 公视 民视 公开的 公开的讲 我们三家是台独电视台 公开的讲啊 对不对 中广保导网 频道哪回去啊 变成政府的台啊 政府的客家台 先导政令 先导蔡英文 多么爱客家人 怎么样 你敢怎么样 民进党是党政筋 推出三台 这是他的主张 他的台越来越多 他的媒体越抓越多 台湾有谁在意吗 没有在意 民进党说大协要自主 管中民选出来不承认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就是 一个垃圾党 跟他的一些垃圾群众嘛 可是台湾不在意 因为他抓住年轻了 他把国民党 国民党是多老化 屠杀多少人 他每天在讲这个话术嘛 民党做什么都可以啊 大家不在意啊 但是 台湾有公道吗 有 公道在我这里 news98 小董说真话 真话就是 把他讲出来 我们要汇集成一股大的力量 台湾这几年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非不免 所有人你只要敢讲 就变成你的 你看苏贞昌最近讲多少话笑死人 讲一讲就变成他的 6月8号我日期都查出来了 他说二同树红道就是我争取的啊 结果人家把公文拿出来 二同树红道怎么会是你争取的 二同树红道是民国86年 8月26号连战当 行在院长的时候拨下来的 有公文为证啊 公文为证 那时候的县长是游青啊 你还没当选啊 你那时候是个立委啊 新科立委 说是你 去争取的 你怎么争取 时间就不对了嘛 他这几天大骂 升到电场 就是国民党 盖的 以前有升到电场 现在 民进党 现在又开始 发现升到电场这个议题对他不利 结果人家把公文拿出来 是你苏贞昌当行政院长 时候通过环平的 怎么是我们 公文为证啊 那时候的环保署长是张国荣 国家的荣 荣辉凤芙的荣 这是我们在当记者时代 二三十年前 台湾第一号的反核战将 台大物理系的张国荣教授 通过的 都环保 环保第一战将 不得了 苏贞昌 当行政院长 蔡英文当行政院副院长 通过核四最佳预算 四百四十八亿 经过行政院会 通过以后送到立法院通过 行政院会有谁坐在里面 有张国荣 各位我告诉你啊 你有时候把这些人看一看 我觉得台湾 很容易骗 容易骗是因为没有知识 因为我很讨厌国民党 所以民党的什么我都支持 对不对 我很讨厌国民党 所以柯文哲讲的我都支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自己无知 就变无耻 然后喜欢无厘头 台湾现在变这样 不会有进步 不会有进步 无知嘛 那你听小总节目 我绝对举出证据 几月几号 公文在哪里 你可以上网 我的朋友孙大千也把他po上网 那 对不对 刚刚苏贞昌讲什么 二重书宏道 然后讲什么 申奥电厂 那一些 新北市政府发言人张其强 他也拿出公文 哪有公文为证 各位朋友 新北的发言人张其强 以前是郝龙斌时代发言人 郝龙斌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当过发言人 郝龙斌争取四大印 那时候都已经算出来了 我们可以拿到多少金牌 我们可以怎么样 张其强 其他的强 强壮的强 工厂商 各位上网 你打张其强 谈那时候就算出来 我们可以拿26变金牌 现在四大印 经购三年以后 真的拿26变金牌 柯文敲楼打鼓 哇自己功劳都大 怎么样怎么样 这钱不是钱人的政绩啊 各位台湾有没有公道 没有 台湾有垃圾啦 垃圾最主要就是白色的垃圾 跟绿色的垃圾 你知道吗 垃圾只有白粒 你把他对照嘛 有人怎么不要脸嘛 兴隆古代 这两天看了 好热 好热门 大家都来看兴隆古代 谁盖的 郝龙斌盖的 你看他怎么收割的人 多么不要脸 无知无耻无厘头 这台湾社会不编这样吗 没有建设 然后只要出一个嘴巴 然后 讲东讲西 哇大家都七知落语 听得如朱如翠 没关系啊 其实小董也不在乎 其实谁当选 我有时候看一看 如果是垃圾当选 我的题材也多 不是吗 蔡英文一当选 两家电视来找我 说你来组织节目 你最了解 我想一想 我不要 我还是做评论就好 为什么 因为你最了解民进党 而且你随手抓出来东西 都是有评有计 小董讲东西 就是有评有计 铁证如山嘛 对不对 我们就靠这个啊 我跟他其他名嘴不一样啊 现在很多人出来 骂克文哲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我听亚兰失效耶 你们今天才认识柯文哲吗 最近柯文哲 上个礼拜啊 去市议会报告 他的报告 会堂有一次 很多人 开始骂他 不是开始骂他 就一直骂他 我听着都亚兰失效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想 这些骂人的人 四年前在骂什么 等一下回来 我分析给你听 他的故事非常非常精彩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 小董真心话 真心话 讲的东西很简单 我最喜欢的方式 就是用对照 然后拿出铁证如山的证据 讲这个当然 让很多人不开心 伤了感情 但是无所谓 柯文哲 上个礼拜到台北市 议会 做报告 这报告书我有看 里面最重要的 是要报告什么 报告你的两岸一家亲 你参加双城论坛 柯文哲现在不敢办双城论坛 双城论坛是每年八月办 那柯文哲觉得 他办双城论坛很成功 就把他讲得多么 多么那个 他们是得了健忘症 双城论坛是马上九创办的 他们现在说 这是第五届第六届 我听得好好笑 每年都办 马上九什么时候当市长 我告诉你双城论坛 第一届是民国八十九年 马上九是八十七年当选 台北市长 他们完全不知道 而且完全否认 现在全部 谋杀你知道吗 那只是我们这种老记者 才有办法知道 而且参加过双城论坛的人 才有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手上还有采访证 我手上还有去中国大陆的采访证 双城论坛的采访证 上面当然规规即即写的日期 他们这些 哇双城论坛现在很成功 就都是我的 这就是柯文哲的个性 对不对 兴隆狗宅 哇这么多人来看 就是我的 兴隆狗宅这几天很热门 大家去看 三个月前 柯文哲跟蔡英文去看 健康狗宅 哇 又说这里都怎么样怎么样 公宅的数量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是郝龙兵盖的啊 柯文哲你已经快卸任了 快卸任了 表示你做了快四年了 你还在收割别人的 敲锣打鼓 羞耻心在哪里啊 对不对 大家公平来讲嘛 今天台湾社会有羞耻心吗 完全没有 他上个礼拜 他报告有三个专案 那我讲双城论坛 现在柯文哲不敢办 今年的双城论坛 如果要办的话 可能要等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如果有的话 但是 你看 那时候去 中国大陆参加双城论坛 柯文哲讲的两岸一家庭 民进党要求说 你去收饼 你怎么会讲两岸一家庭 柯文哲去报告 他主要的内容讲 我要去报告之前 我有送一份到国安会 送出去之后 国安会没有理我 也没有下文 他说国安会没有下文 那一份里面 没有两岸一家庭 两岸一家庭 是我当场觉得说 哎呀为了四大印 又接下来要办四大印 所以我讲好听的给对方听 所以为了争取四大印 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 就柯文哲的意思就这样 所以我给国安会的上面的确是没有两岸一家庭 现在我有讲出来 是我临时加进去的 就这样 其实这个内容本来没什么 但是柯文哲的个性就是 反正你爱听我就讲一讲 不是我本意也没关系 我心里讲一讲 他的意思是这样 结果变成双城论坛 在大陆的讲稿变成有两份 一份有两岸一家庭的 一份没有 对不对 就有AB讲稿 结果6月 今年6月 现在8月嘛 今年6月就有一家电视台知道 他就去报道了 结果 报道要平衡啊 你要先 你要把这东西都踩网 然后发现他的事实真相 再去问当事人才会拿出来报道 他去问柯文哲 说你那时候的双城论坛 你的讲稿 原来有AB稿 A稿就是给国安会看的 B稿有 里面有两岸一家庭的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 柯文哲不太高兴 他讲了一句话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有 就说 电视台 我们知道你拿到了对我不利的东西 我们要把你摆平 像我当记者 也常常有人 会想方设法的 要来摆平 或摆平我的上级 会啊 常常会这样 很多人会想方设法 这个东西对我不利 所以我采访 到后来已经 很熟悉了 我的上级都不晓 我有什么独家 我都不给上级知道 你知道吗 我怕他们有人情 但是柯文哲既然讲了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有 结果哗难了 这个记者后来就离职了 不晓得是怎么离开 这个事情 这两天 绿色的电视台开始在讨论 什么三立 怎么样 真好笑 因为他们现在对柯文哲 讲两岸一家间很不爽 就一直修理他 三立跟明示 这想起来真好笑 为什么好笑 你知道 柯文哲一上任的时候 103年 12月25号柯文哲上任 他一上任 在一个礼拜就 在六天就倒数计时 对不对 柯文哲一上任 很气啊 倒数计时 怎么是TVBS在办 不合理 然后第二年他就开始骂 柯文哲反正 他讲过话自己都忘了 可是 因为他的粉丝 又无耻 所以对于 一个人讲过什么话 无所谓 柯文哲那时候讲什么 开始打码 怎么是TVBS 然后第二年他就变成三立 然后接下来 全部是三立包 现在三立天天在修理他 他以为说 我把他弄下来了 他就会对我好 过去马杨九是这样干 马杨九对在野党对民进党那些媒体啊 或者那些人好的不得了 那些人就 你对我越好 我越羞辱你 啊什么叫对我好呢 承包政府主要的各种工程 拿掉政府多数的资源 是绿色的 在马杨九时代不是蓝色的 我不骗你啊 因为我碰过很多媒体人跟我 跟我抱怨啊 这马杨九在干嘛 绑标绑成这样绑给 那些绿色的报纸 绿色的电视 是 就这样 马杨九为什么在蓝色的媒体里面 最后顾人厌 你大家公平竞争没关系 你们是故意绑给绿色的 非常严重 但是 柯文哲呢 柯文哲现在绑给绿色的 绿色都要修理他啊 柯文哲103年12月25号上任 刚好碰到倒数计时 对不对 因为12月31号倒数计时 柯文哲还讲过 一句话 各位记不记得 柯文哲讲 每年放烟喉浪费 结果往后每年他 他照样放 而且越放越大 各位 垃圾 只有白跟绿啊 垃圾 只有白跟绿啊 他那时候痛嘛 放烟喉他还没放 各位你自己去检验嘛 他那时候说 TVPS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 为什么每年都变三立标道 三立有什么才能 除了老板比较会逃漏税之外 除了林坤海是逃漏税大王之外 三立有什么才能 我看不出来啊 但是你竟然看到柯文哲就这样干啊 然后倒数计时 下来 有很多活动 社会局长叫喜立民 最近才离职 柯文哲最大本事 他的首长都跑光光 已经走了快30个了 喜立民是他学生 最近也离开 然后问他说 为什么离开 是不是跟柯 没有没有 他说我还是要回去 我的医生工作 他是台大的医生 喜立民说 我们社会局有些活动 来 柯文哲你来 来不是要办一些好玩的吗 柯文哲后来很气 路标喜立民 以后不要叫我再办小丑 现在柯文哲是不是在办小丑 你看共僚的海岸 那个在扭鼻鼓的阿伯 扭到凌晨三点 那个人不叫柯文哲吗 你不是在办小丑吗 你不说我不办小丑 可是他的网友会在乎吗 不会 各位朋友 台湾的世费公道 你千万不要去跟很多人谈这个 你要讲世费公道 你也不要讲 你听小董讲就好了 我的节目最公平 我节目最公平啊 你要去跟你的小孩讲 跟你子子 跟那年轻后辈讲不要 因为那些人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没有羞耻心的人 你讲那些东西是没有感觉 我真的讲 大家来对照 那今天如果 做这些行为 这个人叫马杨九 叫郝龙斌 你死定了 因为你颜色不对 各位台湾社会就这样 所以你现在看到 柯文哲我刚刚讲的 两岸一家亲 周一口骂他 他们还不能讨论 周一口王定宇 这些人还不能讨论 讨论就被网路攻击 周一口大骂 柯文哲你就是网路流亡 你听得好不好笑 四年前他们 他们配合这些网路流亡 怎么去攻击霸凌连胜文的 各位忘了吗 然后现在被攻击 就怎么样怎么样 老实讲 只有小总不怕 小总本来就看不起 多数的网友就是垃圾 当柯文哲的柯文 就是不要脸 你只要不要脸 你就可以当柯文哲的柯文 就这样我也不怕你 来攻击我 我也不怕你 我又不太 不太上网去看这些垃圾的东西 但是你看这人 垃圾就是垃圾 他哪有什么是非 没有是非 过去参议霸凌这些人 就出来讲东讲西 杨文哲说 为了养猫事情我被霸凌 你们民进党四年前 不是配合柯文哲在霸凌 连胜文霸凌得很开心吗 今天自己被霸凌到说 怎么是这样 通通是你们养大的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换回到小总真心话 讲新闻就是要公平 用作对照 当然不是小总独创的 但我用这样来讲的话 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有 智慧型手机 有电脑 我讲东西 你马上可以Google Yahoo 搜寻 把它搜寻出来说 当初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当初并没有很久 当初也不过 两三年前 三四年前 对不对 可是你要看媒体的现象 你就知道 台湾的媒体 八九成 都是民进党的走狗 被收编 我讲一个简单的新闻 两天前 中国大陆有个宣判 有个判决 这判决在台湾那时候 是很大的新闻 非常大 马上就执政末期 已经显出了 马上就显出了 挣钱还没交割 那时候在肯雅 抓到台湾那些 一些炸漆犯 电信炸漆犯 骗人家说是公安 骗了多少钱 那时候民进党天天修理马上就 台湾媒体 九成以上都修理马上就 没办法保护 台湾在那边的炸漆犯 带回台湾受审 既然被中国大陆带过去 这新闻很大吧 那时候马上就上前入国 民进党哪一个人没骂过他 现在呢 我不是要讲现在 现在我们 蔡震鲁时代 我们被抓去的 在各国 被抓去的诈骗犯 已经四五百个都有 都没有送回台湾 你拿他都没办法 而且没有人骂 也没有媒体骂 大家就算了 但我要讲 两天前这个判决是怎么样 肯雅那些人被判刑了 判十二年 有四十个 最重的十二年 也有判三年以上 这在台湾当然不会判那么重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我们媒体那时候 那么觉得 哇 这个新闻太重要了 台湾人怎么可以这样 在肯雅既然没有送回台湾受审 而送去中国大陆受审 那你是不得了 对不对 你们这些媒体的爱国情操 不得了 哎呀 台湾人一定要送 要送回台湾省 我们跟肯雅没有邦交过 肯雅认为全世界 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送回去了 他认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他送回 台湾人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肯雅就这样 那我们很去 哇 每天骂马政府 无人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现在判决下来了 你媒体应该很重视吧 为什么没什么媒体在报道 你为什么没有做很大 原因只有一个各位朋友 因为媒体是不要脸的行业 台湾最不要脸的行业就是媒体 因为他们就是要捧利盈的LP 他们眼中只有颜色 你知道吗 他们的可耻的无知 已经到了不要脸到匪夷首思了 小董只要用对照 各位马上就清楚了 你不相信你在Google或亚乌搜寻 等一下进广告你就进去 那时候如何铺天盖地 骂马上就骂了快一个月 立法院哪一个民进党立委没有骂 上前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结果现在的结果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报道了 因为蔡英文当总统了嘛 各位就好像我前一段手讲了 当柯文哲在打压新闻 民进党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王定乙捉一扣 哇大骂 乱糟雄 哇怎么可以这样 打压新闻自由怎么样 民进党本来就是 打压新闻本来就是民进党一向的伎俩 现在只是柯文哲在打压 柯文哲怎么可以这样去打压 怎么可以这样去做网路霸凌 你们四年前你们就配合柯文哲在打压 在做网路霸凌啊 那时候最大说坏的人是连胜文啊 你们忘了吗 各位 我不是说这个叫活报应或什么 我通通看不起啊 我们做媒体的人会不会被打压 当然会啊 很多 你的新闻当事人 他可能跟你老板很熟跟你怎么样 可是我老老实实讲 我在中时 在联合 在TVBS 我从来没有碰过 我在这边大概30年吧 我从来没有碰过哪一天老板或谁来跟我讲 小董 这个不要报道 这个怎么 我从来没有碰过 我写的新闻都很有震撼 对不对 都很有揭发性啊 谁谁谁怎么样 我老实讲我自己没有碰过 中时联合 TVBS 我自己没碰过 我不骗你啊 可是我要周遭问一下同业 因为我好歹 我跑哪一条线 大概大家都会奉我为老大哥啦 就是说 至少 至少比较公正一点嘛 大家奉你为老大哥 不管你是不是最资深的 最老了 所以有时候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问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 过去国民党时代有 李登辉时代有 后来呢 民党时代很严重 现在柯文哲时代 很严重 非常严重 可是有人在意吗 没有 你要批柯文哲 你马上要被他网友修理 柯文哲的网友 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要脸 你要不要脸 你就可以当柯文哲网友 没什么好讲 因为他是没有是非的 你说小董 是非由你来断定 是非不是由我来断定 可是小董用一个东西 很容易来检定是非 就是来做比较 你要说我现在不对 那三年前四年前 你为什么这样可以这样讲 太容易做对照了嘛 我都是用来做对照了 你如果骂我今年是四 那四年前你就是非啦 各位这东西太容易做对照了 人心 四个有私会之心 可是你如果被意识形态一绑架 那就蒙蔽了 非常清楚 在台湾很多人都这样 自己不自解 觉得自己很公正 没有 台湾多数都不公正 台湾人半数以上不公正 所以你被别人打压也刚刚好 台湾在国际上很多东西 被打压也刚刚好 为什么 因为你在 你们在台湾就是 就是去打压不同颜色的人 而沾沾自喜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们出去被人家打压 很多像小董这类的人 我们是很开心的 我老实讲我是很开心的 你被打压刚刚好 让你知道什么被打压 对不对 你打压别人用什么 用你的省级 了不起 你是跟真苗红的台湾人 了不起 是啊 你出去被打压刚刚好 你说小董你到底哪个人 我没有哪个人 我是中华民国人 怎么样 各位 你今天看到 其实 你要到国际去 很少人在强调这些东西 说你哪个人或怎么样 我过去 比较常出国 一下子比较忙 然后问我 来自哪里 我说我来自台湾 他不是问你国家 问你来自哪个地方 他们以为台湾是泰国 我碰到 几乎都以为是泰国 我说不是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们包括了 金马台澎 他们原来是这样 但其实国际上 多数人都不太了解 平常心讲 那我们每次都要去强调这个 要强调那个 其实在国际社会 这些东西很淡薄 很淡薄 我不骗你 但是 我们 在台湾 为什么会被刻意去强调 我们随便得一个奖 就是台湾之光不得了 什么台湾之光 笑死人了 然后我们的总统 到美国勾进来 就好像大家都很欢迎 我告诉你 美国每天都有国际援手经购 美国人会去管哪个人经购吗 刚刚小董不讲马绍尔 马绍尔 蔡英文还可以把它做很大 你会知道有个马绍尔的援手 来台湾访问吗 最近很多援手拼命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要邀请 我们怕人家跟我们断交 你知道吗 我们邀请来这些人 地位都不是很高 海地 海地也不是很高 来 跟你要多少钱 对不对 大家都很气 哇一来开口要45亿 哇怎么可以这样 通通一样 当你现在邦交国在拼命断交 你很害怕的时候 突然很多人就来找你了 来找你说 我打包票 我不会跟你断交 但是我现在有困难 你是不是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 现在我们碰到情况就这样 所以你看最近 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些援手 然后你也看到 史瓦帝尼也来 对不对 就一国接一国 我说它是一个现状 但你要用对照的 这就是新闻 今天谢谢收听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